看看新闻吧 而她本人也将作为主演之一 亲子参加电影的拍摄工作 据秦一介绍 青海湖畔以新放铁路修建为背景 讲述的是一群高原气象工作者的故事 秦一自己除了担任主演之外 还参与了编剧工作 而且秦一自己透露 已经去青海高原实地考察过拍摄环境 自己应付高海拔的拍摄环境 完全没有问题 开始时候用问 我还害怕 可是作为演员来说 拍电影这个事情永远不会 不愿意的 老艺术家新戏电影的这份执着 实在让人敬佩 目前蒋文立已经答应出演该片的主要角色 而海青 吴秀波等演技派也会客串加盟 今年7月7号影片将正式开机 游乐新年地向秦一老师致敬 上海采访报道